外头咋样啊 沈家村的人已经走了 我刚刚也去村口瞧过 一路上也走到官道上看了看 没再瞧见沈家村的人 那就好 苏莫兰松了口气 一旁的白桃枝跟白青走 更是喘了口气 刚刚听着外头的动静 姐妹两个是紧张得不得了 生怕沈家村的人进了白家村 挨家挨户地寻人 把白桃枝给带走 倘若真的是被沈家三兄弟 带了回去 这回就真的是生不如死了 你们两个也别耽误了 赶紧吃了早饭 咱们就赶紧出发吧 你也要去 一起去吧 路上好有个照应 急忙吃完了早饭 苏莫兰跟白石堂 便开始准备着出发了 把竹篓放在架子车上头 拿枝头粗的麻绳给固定好 白石堂赶车 苏莫兰坐在旁边 还拿了一个小棉被 来盖着腿 这幅夫妻两个同行的模样 怎么看都像是去县城卖货的 而白石堂跟苏莫兰两个人赶着牛车 一路上也十分的顺利 直到了县城里头 白石堂跟苏莫兰在县城里头 寻到了一个妥当的租马车的地方 石堂要租马车 去啥地方 给你算便宜一些 要租个车子 往府城去一趟 不过不是我去 是送这俩孩子去 孩子 邓掌柜 抬眼瞧了一圈 并未瞧见 哪里有什么孩子 反倒是 看到白石堂的脚边 放着两个大大的竹篓 谢谢邓掌柜 白石堂明白 邓掌柜的用意 跟旁边的伙计 一起将竹篓搬到了后院里头 快起来吧 这里头有些干粮 也有几百文钱 留着路上用 别再说什么感谢的话了 这会儿时候不早 你们也赶紧上马车出发 别耽误了时辰 到了府城安顿下来之后 记得送书信回来 也算是报个平安吧 听了苏莫兰说的话 白桃枝跟白青枣 重重点了点头 将那小包袱收了下来 急忙上了邓掌柜 让伙计牵过来的马车 说好要去的地方 伙计也不多耽搁 拿了自己随身带的东西 便准备出发了 辛苦跑上一趟 务必给送到人外祖家里头 确保孩子平安 嫂子放心 我一定把人平安送到 不过 这钱可收不得的 嫂子快收起来吧 从前我还献食堂歌人情的 这回也算我还上一点 可以说 我应该是用到余去的 我应该是用到余去的 也嘞 我应该是用到余去的